HELLO 各位好 今天要介紹一個可以讓你揮棒速度更快的方法 那這個在很多的影片裡面 如果你常上網看別人打鼓應該會蠻常看到這一招 它可以讓你的單手的速度更快 我個人給它一個中文的名稱叫做滾動型揮棒法 滾動型揮棒法 那我想了很多天怎麼樣去讓各位理解 比較容易理解這個手部的動作怎麼樣把它做出來 所以我先請各位如果你想要認識它的話 借我先拿一支筆 然後呢這個筆呢 當然之後要把它換鼓棒 這個筆你把它先放在拇指跟中指的中間 這有點亮 拇指跟中指的中間 對這個 然後你就摔筆 摇筆 不要讓它掉 甩筆 先甩一下 那從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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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 視角去看過去的話 這個拇指的通常會跟這個棒子是垂直 呈一直線 呈一直線 先摔才看 那你先去拿一支筆先感覺一下 怎麼樣是那個 那力道大概就是要掉不掉的感覺 怎麼樣它不會掉而且你又甩得很輕鬆 先摔才看 好 那是不是如果只用這兩支的話 是不是好像一直要掉 好 那快掉 快掉的時候你再把這個食指給再靠上去 再靠回去 先摔摔看 再靠回去 好 好 無序張 好 這樣甩 一樣齁 是用中指跟拇指這樣甩 這樣甩 然後它不會掉 如果你會掉代表說這個角度歪掉 怎麼樣你就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那每個人手型都不一樣 我老師的手出過車禍 所以我都合不起來 我也不敢說我的這個姿勢 就比較適合你 所以你先摔才看 好 不會掉的時候你再把這個食指合起來 合起來 它可以讓這個棒子晃得更穩 好 那你用筆先練 OK的之後呢 再把它換回骨棒 好 一樣 是用這個拇指指甩 但是因為骨棒比較重 比較長 所以你甩的那個力道 會覺得比較吃重 這時候再把食指靠回來 它就輕鬆多了 好 這個是滾動型的 這個 揮棒法 這個時候你注意看 我從側面 故意用這個角度 是因為你可以很清楚看到我的這個手掌 手掌心是維持 大開的狀態 在揮的時候呢 這是平行嗎 被棒頭不見 平行 揮起來下去 起來的時候 起來的時候 利用你的其他 這兩指 無名指跟小模子 去擋住棒子 比如說我今天要拉到60度 這個角度就好了 那我的這兩指 稍微收 往內收一點 好 讓這個棒子晃的角度變小 這樣子我起來 就不會過頭 這兩指是來控制 這個正幅 來控制棒子的正幅 所以我今天幅度要小 我就往這兩指就往內收 好不好 因為這是你手持頭啊 所以你不用 你其實可以 很自然的把它收進來 如果今天你的動作大 音量要大 你就把它打開一點 它就可以晃得更大 好 收回來小一點 大一點 小一點 大一點 類似這樣子 好 那下去的時候 也不要過頭 如果說你整個 整個棒子歪掉的話 它也會掉棒 所以下去的時候 你棒穩要頂住 手掌心的 這一塊肉 這一塊肉 下去 頂在這個地方 那不會痛 放心 這個力道沒有這麼大 不會痛 好 你再滾滾看 好 那這整個 有三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第一點 就是從上面看下去 你的拇指跟 跟這個 棒子是呈現一直線的 一直線 一直線 這樣子看 好亮喔 這樣看 一直線 一直線 那第二個 就是剛剛提到過 手掌心要打開 是利用這個 無名指 小拇指以及 手掌肉 這一塊 去控制正幅的大小 這是第二點 好 那第三點 滾的地方呢 是中指 中指 像 扣板機的動作 不過是用中指來扣板機 這個動作 去滾 滾骨棒 好 那我真的想了很久 我覺得用筆 先去練 先用甩筆開始 然後去找出這個手感 再套回骨棒上 是最快的方法 那接下來我來示範一下 這個打在節奏上面 打在樂器上面 你可以得到更快速的 單極效果 可以收到 來自招牌 沒問題 到現在 最快的了 之後 你會把你拿出來 放在揪板機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來自招牌 我從來自招牌 操板機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可以看到 放在那裡 就不是 放在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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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